工程师在不同的范畴都非常努力 为了令市民大众享受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现在比较流行的智能家居 全靠电机和电子工程师的付出 今集的访问嘉宾Keefe 在这两个范畴都工作很多年 不如我们又请他来分享一下 Keefe 想请问你当年是什么原因进入工程界 当年其实读中学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最喜欢当然是会做手工、木工、设计电子板、做电脑 所以考完公开试看到成绩都可以了 在想有些不同的工程科目可以选择 想起来最有兴趣都是不如设计电脑机、设计电脑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电子工程这个科目去读 工程界有这么多界别 当年是有什么启发到你选择电子和电机的工程师发电呢 刚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电力这个系统都对于电力自动化或是通讯设备 通讯协议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当时那间公司就希望找商认的刚刚毕业生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团队里帮到手 因为某程度上我是将一些叫做人叫做小电 就是可能这些微电的东西 怎样可以在一个大电整个供电系统里面做到一些应用 其实大电一般来说他们会形容为一些比较大型的基建组合 比如说发电机组 这些其实整个电力的供电系统都是一个很重要 但其实在中间你需要一些自动化的控制 令到它整个供电系统可以很可靠很自动化地去运行 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很多传感器 一些遥距的控制的智能设备 又或者一些监测系统 看着它有没有异常的情况发生 想请问一下Keith 在这个行业那么多年 其实都做过不同的项目 其中大大小小的都有 有些就是产品、物联网、甚至是智能电网 想请问是没有哪一个项目令到你印象最深刻呢? 我会觉得是2012年的时候 我们参与过一个叫做在线监测的项目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刚才说的一些大电的设备 一些很高压的设备 每一个设备我们会给一个叫做健康指标 我们透过这个健康指标 看看我们这个设备 这个资产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即时的维护 或者做出一些更换 即是如果在现时来说 大家经常说的 就是predictive maintenance 或者叫做assess management 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当时来说 或者去到e-heart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项目 想问一下Keef 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樽颈位 或者困难的时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如果樽颈位 我觉得大部分工作的人都会有遇过 就是其实我在做些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呢? 直到有时可能吃饭 或者是有些活动期间 遇到一些比较资深的工程师 他们其实没有刻意提及这个话题 但是跟他们的对话里面 就听到他们对于工程业界的抱负 或者怎么样想继续推动社会的发展 包括他可能是在工作 或者甚至退休的工程师 其实他都在想这些东西 那对于东西我还是很年轻的 算一刻我都很年轻的 的人来说 其实原来是有一些看法的 听完这些对话之后 其实我也有个反思 其实我在做的东西对于这个社会 这个业界已经帮助了些什么呢? 我不是只是上班等收工 原来我是一起推动这个业界发展 希望令到这个社会更加好的 现在回望过去 觉得自己做不做到 当年进入工程界的初心呢? 要看一下初心说些什么 如果初心你说砌机器人的话 就当然答不了 因为我都不是在做那样东西 但如果你说好玩来说 其实是挺可玩的 就是作为一个电子电机工程师 你可以透过应用 透过科技 透过工程的方案 怎样可以一起去贡献 怎样可以令到这个业界继续 可以在一个可持续绿色的建筑方面 是一个发展呢? 我觉得这方面是挺好玩的 如果在这个层面 我觉得这个初心是达到的 有什么提示或者说话 想和一众的年轻工程师分享呢?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通常年轻工程师 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但实际上都是很老身上谈那句 就不要怕雪底了 因为当然刚刚入行 如果立刻可以接触到一些 比较高科技大型项目 可能很开心的 但那一刻你的知识 你的技术水平工作水平 是否真的可以达到那个要求去贡献呢? 其实不一定的 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 投诉说 我上司叫我做来都是执头执尾 那这些每一个叫做经历 每一个点滴 其实都是对于你将来成功是非常之重要 那今集呢 非常之多谢Kip过来接受访问 我们下集见 拜拜